到了這個石匣子 然後就把這個三把寶劍的兩把龍犬跟太鵝放到石匣子裡面去 把它埋在封城底下 因為封城就位在風水注入幹疆的這個地方 所以呢 他就埋在那裡 埋在那裡之後呢 然後後來就要準備回國了 可是在回國的途中 就回到他的那個 那個賢陽的途中 不是就病死了嗎 有沒有 秦始皇不是就病死了嗎 病死之後呢 接下來滿朝文武大官 誰管那個兩把寶劍 沒人管那兩把寶劍 因為為什麼 接下來是 考慮誰來繼承的問題 當時呢 秦始皇他的詔書 是說要他的大兒子 大兒子是誰 對 服書很棒 不錯齁 也給你加個分 服書 大兒子服書 他本來是 因為當時 服書 是因為之前好像可能有什麼話 讓秦始皇不太高興把他 把他 那個送到邊疆去 那個等於說束手邊疆 然後呢 但是現在 那個在 他跟他的最早的遺書當中 也是有寫到書 說將來是他的太子服書 來繼承他的位 可是後來沒想到他回半途的過程當中 病死了 那當時他在他周圍的兩個 兩個最有權勢的人 趙高跟李斯 當時就已經 李斯當時最早還是希望是說 就照著趙書把這個服書 贏回來 結果呢 趙高 不願意啊 因為第一個 趙高是 那個服書的弟弟 叫什麼 胡亥 蛤 胡亥 胡亥 對 我自己忘記了 謝謝你提醒 應該再給你多加分 好 胡亥呢 因為趙高是胡亥的師父 而且他跟胡亥關係比較好 然後他跟服書的關係非常不好 他也很怕服書贏回來之後 反而趙高被殺掉 自己被殺掉 所以他當時就密謀改趙書 然後後來想辦法把李斯爺拿進來 改了趙書 回去之後 然後把那個趙書 傳給 寄給這個服書 邊疆的服書 服書一打開 趙書一看說 叫他當場自衛 就自殺死掉 服書一看說 軍要撐死 撐不得不死 就準備要自殺 結果旁邊一個大將 蒙田製造毛皮 蒙田就站出來說 我們為什麼不先回到京城之後再說 結果就是 他兒子就說 軍要撐不撐 撐不得不死 父要子亡 子不得不亡等等 他後來 這個 服書就自殺 在邊疆就自殺了 然後蒙田還是堅決回到京城 一樣被趙高就抓緊 後來也猝死了 有沒有 等等這一類的情境 所以後來都沒有人知道 這兩把保健的事情了 你看經過了秦朝 西漢 王莽新朝 東漢 朝衛 再到了晉朝 居然出土了 OK 好 這個 是我本來預計講的 這裡預計寫的 保健的前世今生的前世 還有今生 今生等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休息完之後 看看各位如果有想再聽 再跟各位講今生 好不好 好來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